皇上驾到 同请皇上圣安 不来了啊 太后老佛爷胜受大喜 而等十都府奉诏而来 君臣相聚喜上加喜啊 朕今天所以宴请你们 是因为你们自为朝廷的封疆大力 任上辛苦 朕了表慰问之意 皇恩浩荡 臣等感激齐灵 起来吧 起来吧 谢皇上 入席吧 入席吧 朕与你们君臣相聚 今天啊 就不必居什么礼了 不然朕每说一次话 你们扣一次头 好了 累也累死了 还喝什么喜庆酒啊 是不是啊 来来来 坐坐坐 谢皇上 朕 没有在乾清宫 黄吉殿 而在这个万福楼宴请你们 不说你们也明白 因为这个楼 就是你们捐钱修的嘛 话说回来 堂堂大清 也不缺你们这点银子 但是你们的心意 朕不能不领 领了你们的心意 花了你们的银子 那总得有点表示啊 怎么表示呢 那么就请和珅 带朕给各位捐了钱的 十名都府 各敬上一杯酒 爹 臣等不敢 又来了又来了 坐坐坐 谢皇上 先从吴善达开始吧 爹 谢皇上隆恩 吴善达在胡广镇上十几年 今年快七十了吧 回皇上 臣已经过了七十了 你当差几十年 历部年年的考计 都是上等着役 朕知道那也不是白给的 是老臣分内之手 不过 有些官员一辈子青莲如水 那么到了晚年呢 保不住晚节了 朕下 你在晚节上 可以做个好榜样吧 老臣谨记胜讯 好 阿里哈 臣在 你在这个四川总督任上 干的也是有声有色啊 你的前任黄廷贵 将百姓征收好陷银子 是你奏请 渐免百姓的好陷银子 就凭你这个折子 爱明的折子 朕记住了你的功劳 所以啊 有人上折子参你 朕没得搭理他 参你的折子上措辞很激烈啊 说你有几大罪状 你要不要自己看看 奴子 奴子 这 这 喝吧 喝吧 谢皇上 苏记啊 臣在 朕听说你那十九万两银子 都是借来的 禀皇上是借来的 跟谁借的 开封城通利钱庄的一个姓王的老板 那你不吃不喝 这笔债也得还二十年呢 臣的亲戚中有几个博有资产 他们早已经表示要替臣还债 是吗 看来你办法不少 武之城 臣在 这安徽是个穷省 你怎么也捐了十七万八千两啊 禀皇上 臣捐钱与安徽五干 托祖上福音 臣的家道还算殷实 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 有钱的人 都不说有钱 特别是当官的 最怕人家说自己有钱了 你倒好 自己夸口 这个道理臣还是明白的 只不过是皇上亲自捶巡 臣不得不如实相告 否则就是欺君了 国泰 臣在 这次修万夫楼 国泰是最起劲了 捐的也最多 这些朕记住了 你是为山东巡抚 有人称你为酷吏 但朕以为 你多年来在山东 平定乱匪 举措得利 所以呢 宜俊也就遮百丑了 虽然你有些丑的地方 朕也不愿意看了 皇上 知 知欲知恩 臣 莫知难忘 你们不要以为 所以 朕唯独对国泰是这样 对你们都是一样的 你们为官一方 责任重大 为难之处也不少 即使你们小有不慎 只要你们对朕 还有一片忠孝之心 朕也就不愿意去计较了 这就是老百姓说的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皇上赐宴 奴才等 借花献佛 谨以穷将 祝太后老佛爷 千岁千千岁 祝皇上败收无疆 朕 并带太后 受了你们这杯酒 来 和珅啊 在 前方的酒还没敬啊 没给前方敬酒 是奴才的疏忽 慢 朕亲自来 来 前方啊 臣在 修万副楼 都府本捐的是银子 你捐的是中纸 为此 朕敬你这杯酒 臣 甘老徒弟 难报皇上于外衣 谢皇上 你们啊 也不要因为看到朕 这样看重前锋 心里就犯嘀咕 以为这样对你们怎么样了 这个励志啊 是你们大学问 至于这么大一个国家 不仅要有你们这些重十计 会办事的能源干例 也要有像前锋这样 重操守的终止之事 你们同心协力 才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朕希望你们合中共计 把朝廷的事情办好 谨遵皇上教委 皇上 何中共计之说 臣实难领受 怎么不能领受啊 禀皇上 轻者自轻 浊者自浊 大是大非 岂容混淆 臣与在座的某些贪魔之徒 如同水火一般 这怎么能够 何中共计呢 前锋啊 前锋 正看普天下 最不是进退的人 恐怕就是你了 皇上 臣 世出奸贪 知之尽 不知退 那你要怎么样呢 皇上 臣上次查看十度府无功而反馈对圣上 臣请旨再查 若任无实据 甘当死罪 你喝多了 喝醉了喝醉了 皇上 臣只 臣只喝了一杯酒 那你怎么竟说醉话呢 来人 送全封 回家休息吧 皇 臣告辞 他是个杠头 你们不要和他计较 皇上 江海杜亮 臣以为 前锋这个人 是山君脉植 大奸若忠之辈 有这么一个人 在皇上面前 天天说臣等的坏话 臣在外边 为皇上当差 终究是 提心吊胆啊 怎么 留一些心 吊些胆 不好吗 皇上圣明 你们回去之后啊 好好当差 只要不做 按时期心的事 朕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谢皇上 来来来 动筷子吧 动筷子吧 你来 吴大人 你们还在那 说什么呢 皇上 臣等合议了一下 想请圣驾 再次南巡 这是你们几个人 合起来你的 是 看来你们 把你们那些地方 料理得 有声有色 想让朕去开开眼界 臣等不敢这么想 只是想请皇上当面点拨地方政务 这样皇上也可以散散心 臣等也都长长见识 既然 既然 江南各省的城皇土地都来请朕 朕要是不去 也太不给面子了 好 我们去一趟 皇上服务 请陈等致敬 你 祝福 现在 祝福 那群 你怎么什么话也没说 回皇上 今儿皇上说了许多治理名言 奴才一心体会去了 顾不上说话 那你体会出什么来了呢 皇上 奴才请察石都府贪末情事 以解君父之忧 朕这个心思还真给你看出来了 你去的话那么前锋怎么办 奴才想 前锋恐怕历难胜任 你去就行了 皇上 奴才一定查出守恶贪源 让所有都府都看一看 你准备先去哪 奴才打算直奔山东 拿国太开刀 你不怕人家说你有事朋友之意 奴才的眼里只有皇上 对皇上尽忠 才是千秋大义 朕就让你去做青柴正史 你不怕人家说有事朋友之意 参风未复始 奴才斗胆正是这个意思 就怎么办吧 何爷真的要去山东 国太的事想包也包不住了 皇上真的就改变主意了 皇上没有改变主意 是都府的事一直是皇上的一块心病 只是当初时候未到而已 如今万福楼已经修好了 太后的圣寿也过了 而国太他们的安稳日子 也该到头了 何爷当初给国太透风的时候 想到有今日了吗 没有 胜率深远 的确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 所能预料到万一的 当初我只揣摩到皇上第一层的意思 那即使不希望因为石都府的事 而影响到给太后做寿 更不能因此而动摇国之根本 所以我才敢冒天大的风险 给国太他们暗通阴信 今日我才发现皇上更深一层的考虑 那就是要在石都府当中 救出一两个严半 以震慑贪官 整肃立志 所以何爷就主动请旨 前往山东去查办国太 对 何爷这官做得好辛苦啊 做官不辛苦 辛苦的是 你要时刻不停地紧跟皇上 你急缅慢缅吧 好不容易跟上了一程 这六一声 这六一声 他老人家又跑得远远的了 跟不上也就罢了 可就怕你不小心走入岔道 得 那就全玩完了 何爷这一程算是跟上了 还有一步要走啊 还有一步要走啊 六全 六全 爷 奴才在 上次我让你去给山东巡抚国太送过一封信 还记得吗 辫子都被他们捡了 我怎么不记得呀 这次我要跟前锋一块去查办国太 你瞅个机会 用他把那封信给我换下来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行动一定要敏捷 不要给任何人发现 特别是前锋 爷 您就放心吧 娘 娘 这刚熬了点绿豆粥 您趁热喝点吧 怎么又是你做的饭 钱安呢 娘 我 我让他去到汉林府办点事 老爷 我回来了 钱我借到了 总共呢 我借了一百两银子 汉林问我够不够 我说差不多了 再多了 我怕您还不起 风儿 你借那么多的钱干什么 这 老爷 钱 还没吃饭吗 刚熬好的粥去吃点吧 我问你 你借那么多的钱干什么 娘 这钱 这 难道你有什么事瞒着娘 不 娘 孩儿不敢 那 那你借那么多银钱干什么 这 这 这 娘 这钱乃儿子的 退路 退路 是 娘 山东巡抚国太等人 一再贪赃枉法 而一再上书弹劾 皇上才令和珅和儿子 为政府钦差 前往山东去查看 而朝野皆知 国太 乃和珅的私党 海儿上次查办十都府 无功而返 此次 更是 凶险四伏 极有可能打虎反被虎伤 儿子无憾 只是留下亲娘 无人照看 因此 海儿才借了一百两银子 作为退路 倘若儿子 在山东遭遇不错 娘身上还有盘缠 可以返回云南故乡 娘 孩儿不孝 你也想要和珅 姚 这便想要和珅 这便是 沈澳君 奥 得了 也想要和珅 不要 那便是 他心里 确实 她是 毫发无损 成功返京 何大人 快快请起 请起 我本来是想和你商讨前往山东示意的 不料却听到了钱兄和伯母的这番对话 钱丰兄如此清廉中止 我和身再怎么着 也终究还有一点是非曲直之心 绝不会堕落到和国泰沆瀣一气 反过来陷害你钱丰兄的 何大人 姐夫不懂事 你多担待呀